南投的茶叶远近迟迷 不管是日月潭红茶还是冻顶乌龙茶都很受到欢迎 南投县政府在10月5号起扩大举办茶叶博览会 还会举办千人的碾茶的体验活动 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喝到自己亲手做的茶 细心的将茶叶放入湖中 倒入温度恰到好处的热水冲泡 不用几分钟的时间茶匙熟练的倒出第一泡茶 阵阵茶香扑鼻而来 民众忍不住拿起茶杯细细品尝 洞顶乌龙的清新滋味在舌尖打转 喝下去的时候茶就是甘味的出来 那种灰干的时候香味的出来 台湾茶香闻名世界 南投的茶叶更是百百种 想要一次品尝个够 南投的茶叶博览会让大家一次满足 平民茶香还可以亲手体验揉碾茶叶 力道的轻重可得要小心拿捏 揉碾方向和控制时间同样都是学问 把冠军的茶都收集起来 那这个发了不少的成本 以我们鹿骨香的特等茶来讲 一斤要三十万 不只有千人揉碾茶叶 还有小小泡茶师的趣味比赛 这些都是要让茶叶文化更贴近 每个人的生活 这些都是要让茶叶文化更贴近